我蠻久以前拍了一支Git的影片 那其实蛮多人想要我继续在拍之后更进阶的教学 那我最近也在构思之后 Git的进阶片要用什么顺序去拍 什么样去规划会比较好吸收 那在进阶片之前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还没有讲到的指令 我想要补充一下 但是要把这些影片全部都塞到进阶片的影片 我就觉得有点太杂乱了 所以这支影片我就想要把一些 剩下的我觉得需要会的基础操作给补完 那我上一次影片教学是单纯使用Git的Command Line 来做教学跟操作嘛 之后为了让内容更好吸收 所以我会搭配VS Code来做使用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只会使用Git操作 但是却不知道原本的Command Line要怎么用也不太好 这样子你一旦没有VS Code 可能就瞬间变得完全不会使用Git 所以我在之后的影片中一样还是会解说 怎么使用Command Line来做操作 这次开始我一样会使用Windows 然后我会用VS Code还有WSL做搭配来使用 那如果你是使用Mac或是Linux 操作上也是大同小异 所以不太需要担心环境不一样的问题 那要在Windows 10上面安装WSL非常简单 可以参考我上次那一支Windows的影片 装好了之后再下载VS Code并安装 就完成环境的设置了 好那现在已经安装好WSL跟VS Code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要怎么使用 那要使用Git当然要先建立一个Repository嘛 所以我们先打开Ubuntu 然后建立一个资料夹 建立好之后我们进去 GitInit建立一个新的Repository 跟我们上次做的一样 那我们就用VS Code打开这个资料夹 就用Code.就可以打开这个资料夹 这是我之前开的档案 关掉了 好那我们一样先建立几个档案 1.txt 然后随便打一些字 然后再加2.txt 那跟之前说的一样嘛 我们可以用在这边用GitStatus 那其实VS Code它有整合Git 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你的Git的状态 那我们上次说要新增档案就是GitAdd 那其实GitAdd可以直接用它这边这个加号 所以如果我要把2也加进去 我就可以用这个 那它就加进去 然后在做Commit的时候 然后 我就在这边Commit 在这边也是可以Commit 你就在这边打讯息 然后按Ctrl加Enter 就可以Commit 所以用VS Code还蛮方便的 那还有GitPush GitPush我通常都是直接用Command Line 所以我就不介绍怎么用VS Code来做 所以我就不介绍怎么用VS Code来做 所以我就不介绍怎么用VS Code来做 那今天我要补充的就是另外两个 也很常用的指令 就是GitReset 跟GitCheckout 那这些指令 其实VS Code本身就做得到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学一下 要怎么用Commit Line来操作 那现在假设 我对这个档案再做一些修改 然后2位做一些修改 现在两个档案都已经被修改 那我第一个介绍Reset 是拿来 就是我在Add一个档案之后 VS Code可以直接这样剪 再把它用回来 所以这个使用情况是什么 假设我把两个档案都Add 那我现在发现我Commit 我只想要Commit其中一个档案 所以我会把另一个档案 不要把它Stage 起来 这样我Commit的时候 就只会Commit这个档案 那这个-号是很好用 但是如果要使用CommitLine 要怎么做 我如果想要把2.txt 把它Unstage 可以用GitReset-2.txt 这个效果就跟这个-号一样 OK 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指令 那另一个 就是 VS Code它有这个功能 就是Discard Changes 就是说我2这个档案 我做了一些修改 我发现 我想要改回来 我不想要这些 那我在这边按Discard Changes 之后它就会把它变回 上一次Commit的状态 那这个要用指令的话 要这么达成 第一步 你还是要先把它Unstage 所以GitReset-- 打错了 GitReset-1.txt 这样它就没有Stage 然后接下来就要使用GitCheckout Checkout-1.txt 它就会等于是Discard Changes的效果 这就是Checkout的使用方法 可以等同于你在这边按Discard 好 那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指令 就是GitReset 那Git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你在Commit之后 如果有发现你的Commit可能 你的Commit讯息打错了 或是你加的档案错了 或是怎样 你想要回到上一个Commit 要怎么用 你在这边Commit可以用Undo Last Commit 那它就会回到你上一个Commit之前 你这个Commit讯息就可以重新输入 然后你这边的 你也可以重新把它做修改 所以这还蛮方便的 那我再Commit OK 所以这就是Undo Last Commit 那要使用Command line 来做这个动作 要怎么做 它一样是使用GitReset这个指令 那你就打GitReset 減減Soft Head 然后波浪好E 这样就可以回到上一个Commit的状态 那这后面的数字就是指你要回到几个Commit之前 那我这边打E就是会回到上一个 好像有什么错误 好 问题应该是我只有一个Commit 所以不能使用这个动作 所以我在这边再 另外再加一个新的Commit 我修改一下这个档案 然后我一样做一个Commit 好 这时候如果我发现我上一个Commit错了 那我想要回去要怎么用 就GitReset 減減Soft 把这个指令 那会发现你之前 上一个Commit改的东西就回来了 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在这边修改 你的讯息 然后改完之后呢 再按Ctrl加Shift 就可以Commit OK 那如果你想要学怎么Push 那些功能 上一支影片就有讲过了 所以可以回去看上一支影片 那我之后就会 这个影片算是把基础的部分补完了 那之后就可以继续做 我应该会先做Branch 然后Branch 介绍完之后 会再讲一下Revert 跟Reset 这些常用的指令 那之后就看我想到什么其他的 会继续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 然后按赞 开启小铃铛 就下次见 拜拜